好 我們來看到現在大家宅在家裡頭 很多東西呢 要嘛你就是叫UberEat 要嘛呢你就是網購 結果現在說大爆量了 讓宅配大塞車 甚至呢已經在第一線的這些物流司機大哥們都說 好想要自動請無薪駕 所以宅配司機他們表示 已經好幾天連續工作到晚上9點 大家都快撐不下去了 而也有人爆料 他們說5月26號收到的貨 說有人選擇到5月31號才可以配送 結果收件人還聯絡不上 現在包裹根本不知道要幾天才能完成配送 所以要拜託 如果呢在這個時候 你還沒有辦法好好的 知道說自己的行程什麼時候接貨 或者是相關的行程內容可以跟 物流業者來溝通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先不要網購 好 現在呢這個物流真的是 每一天都是民雅超的雅超 因為呢 大家開始在網路上的購物 畢竟不想出門嘛 結果現在呢就造成了說 已經很多家業者 都有他們的限定宅配 也就是說呢 忙不過來了 特別是在低溫宅配的部分 現在不出門 在家裡頭呢 買生鮮食品低溫宅配爆量 目前黑貓宅即便就講了 在雙北還有新竹桃園的低溫包裹 他們已經先暫停受理 而另外呢 翟沛通這邊也說 雙北跟桃竹 低溫包裹暫停受理 幾乎呢 新竹物流也是這樣講 目前還有什麼 還有Carrie Carrie他說呢還可以送 可是問題是不保證到貨日 好你這樣看下來之後你就會發現了 最主要的原因應該還是因為在北部 疫情是比較嚴重的 大家比較不想出門 害怕出門 又或者是三級警戒 大家已經就是不想出門 要因應政府 要把疫情給控制下來 這些都是好的 但是問題是呢 這一些外送平台 他們的這些外送員是很有感 他們的收入呢 雖然說比以前多了一倍 但是呢 現在在外送單爆料的同時 卻有人爆料說熊貓 突然要實施低銷 從6月1號開始 包含了雙北基隆 低銷必須要達到99塊錢 才能夠外送 外送平接單一張接著一張 疫情爆發前後 讓外送員超有感 單量有變多是蠻有感的 那大概多了1.5到2倍 認真跑的話可以到2000以上到3000 因為疫情讓路上車流變小 汽車更順暢 有外送員分享 原本一天能接到30單 月薪大約3到5萬 現在一天暴增到50單 勤勞點跑 月薪拼個6到8萬 直接多一倍 也有人一天跑14個小時 時薪從原本150元變成300 等於收入翻倍 以前的話 我們平均一個小時 大概在3單左右 收入一定是比 疫情爆發之前還多 12到14個小時 都坐在摩托車上 那樣震後 屁股真的受不了 但是外送量大增 外送平台6月1號開始推出低銷制 包含雙北基隆新竹金門 低銷要達到99元 其他縣市達到79元 禁止內用 只能靠外送來苦撐 造成外送報單 任門時段忙不過來 才會捨棄低價外送單 感覺跟店家的價格差不多 不會啊 我覺得一般吃正常 也是差不多那個價格 有人幫忙送到家 不用多跑一趟 受了低銷點外送 得從荷包多掏點錢 疫情延伸 因此讓外送增加門檻 也讓人料想不到 記得蔡宗宣 林智慧 高雄報導